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日鸡丝凉面 这次需要用到的材料主要分成两个部分 虽然调味料看起来比较多 做法却一点都不复杂哦 让我们先来处理鸡胸肉的部分 将洗干净的鸡胸肉放入一个汤锅 加入木瓜它的水和刚才罗列出的特殊部分的调味料 味淋 盐 黑胡椒粒 和蒜瓣 用大火煮20分钟以上 直到全熟 在等待的时候 我们来准备其余的部分 将蒜末 姜泥 日本酱油 柚子酱油 花椒粉 盐 酱油糕 和蒜末 混合均匀 和蒜末 混合均匀 混合均匀 只需要留出香油和辣椒油 接着是配菜的部分 首先是青椒 橘子 并切成宽条 不喜欢青椒也可以替换成黄瓜 或是其他的蔬菜 洋葱切成稍微细一些的条 最后是香菜 切成不要太碎的小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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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鸡胸肉应该也完全熟了 将全熟的肉夹出 放进一个干净的大碗 加入饮用水和冰块 降温 煮过鸡胸肉的汤 也顾虑出来 这时候就可以来煮面条了 将过滤出的汤和清水倒进汤锅 用大火煮至沸腾 切记水开之后才能放面条 最好用粗一些的面 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们来做最讨厌耐心的部分 手撕鸡胸肉 顺着纹理撕开成条状就好了 用手撕的效果和切出来的效果 会非常不一样 因此为了最重的口感 一定要耐心一点哦 锅里的汤煮沸腾后 将面条下锅 煮8至10分钟 在等待的过程中 可以准备一些饮品休息一下 面条煮好后准备一大碗冰水 记得要用饮用水 将面条夹出降温 然后终于到制作酱料的部分了 用一只大一些的汤锅 倒多一些的玉米油 将先前准备好的洋葱 青椒下锅翻炒至油香味后 倒入准备好的调味料继续翻炒 等到锅子里的酱料稍微开一些的时候 等到锅子里的酱料稍微开一些的时候 放入鸡丝并拌匀 拌匀 拌匀后光火 将汤锅从炉子上移开 拌匀后 这时候面条的温度也降下来了 这时候面条的温度也降下来了 滤掉水 放进锅里 同样要好好的拌匀哦 接着放入之前留下的香油和辣椒油 还有香菜继续拌匀 全部拌匀后就可以装盘了 想用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加入额外的辣味 配上清爽的饮品 就是非常好的夏日晚餐啊 做好的鸡丝粮面 放入冰箱 第二天拿出来会更好吃 更入味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哦 也可以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